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请看 我把昨天晚上 美东时间七点半 也就是每个月 最后星期天 是我们北美云南极讲坛 那真的我们云南极讲坛 邀请的散之士 实在是遍及各个领域 那比如说 我想如果注意体育 对体育有兴趣的朋友 应该一看 哎哟孙老师啊 孙玲玲女士 那一讲到孙老师呢 大概他人生经历中 当然从小到现在的这种训练 都是非常艰辛的 但是我在今年年初 当时我们几位法师在讨论 说邀请哪一位啊 安排什么时间啊 这个时候 会东法师负责邀请孙老师 那我就下来呢 我就很抱歉 我对这个体育呢 就很少说去关注 我一查孙玲玲 哦 马上好多资料 然后其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那是在12年前 12年前在温哥华举行的 这个奥运会 那当然是中国国家队 然后队上当然世界各地的好手 特别是跟韩国的那一场 应该是韩国已经连续 好像16年都是这个金牌的得主 那既然是这样 那就是说中国就是有16年 没有这个碰到金牌 但这一场非常关键的一场 重新拿回金牌 而那个非常的惊险 惊险过关的那一个 那个关键性的 那一刹那这样子 其实就是孙老师创下的记录 那我只是很希望 我们借着北美约那期讲坛 那为我们邀请的善知识 那在不同领域 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 可以学习有不一样的 这种不管是精神也好 他们的各项优点都好 总是有亲近善知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 我除了说是因为昨天晚上 其实我没来得及提早 跟大家提醒 今天是补发这个连结 在说明栏 那他的题目讲题 叫做梦想背后的故事 这个背后就梦想可以实现 多年来的努力辛苦 最后可以实现 那个当然他背后有很多很多的 可歌可期的故事 但是我们今天呢 这个题目我用了他的次标题 子题叫团队的力量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 昨天星期天 在沃泰华佛光山 好热闹啊 当然都是在疫情防控下 大家戴着口罩 那一来当然是 昨天的建市祈福法会 那下午也两点到四点 就随着这个法会之后的下午 我们都会准备 这个建市筹款的素食意脉 因为我看呢 比如说我们佛光大学当时要建 除了是百万人心学 这行脚拖拨 这个挨家挨户 去画一份园 我们在宜兰的分别院 像南洋别院呢 就是以前的英式嘛 然后仁爱之家 信徒义工 大家在做这个 因为宜兰这是天时地利人和 他有那样子的气温 他要日晒如何 种种啦 加种在一起 然后他们做出一罐一罐的 一份一份的 这个豆腐乳 去为建大学去义卖这样子 所以 这个佛光大学是这样 我想到南部 比如说凤山讲堂 他建的时候 是义卖那个 叫 他是因那个凤梨啊 酿凤梨 像这些 那像彰化福山寺 他那边是有地方 当时是信徒 去做回收 回收各种纸啊 各种垃圾 然后去分类 捡出可以意外的 其实佛光山建设 并不是说 什么都有大功德主 其实都是 这个怎么讲 一份一号 慢慢这样累积来 我想我们在渥太华 有大家帮忙之外 另外就是 我们也可以 这个 因为在 我觉得在海外 要吃到好吃的素食 这个还是要我们 去推动一下 所以跟资胜法师 我们商量 每个月 一次 就配合着 见识祈福法会 然后去 进行素食 意卖 所以 也好多人回来 那另外呢 刚刚好 又是我们佛光合唱团呢 接受我们本地社区的邀请 就是要在 先透露一下 是在今年 渥太华 这个桥界 会举办一个 也是过年的 春节的春晚 渥太华的春晚 那我们应邀 要献唱歌曲 佛光合唱团 他们在练唱 然后呢 又是 我们又约了 这个各个分会 新选出来的 新任的分会长 还有原任的 就现在的分会长 然后在rehearsal 在彩排 到时候交接啊 这个肩带怎么带啊 就是这些 所以一时之间 也大殿内很热闹 然后呢 当然这个才几点钟啊 三点过后 这个下午一点半 那是线上 三好儿童班在上课 三点钟 老师们还要 纷纷赶回来 然后就是 佛光同军团 当然刚刚讲的 合唱团 在练习 各位可以想象 就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团队啊 我要讲的 就是为什么今天 这老师的讲题 是梦想背后的故事 然后团队的力量 我就直接 今天选了团队的力量 确实 加入一个好的团队 或者是说 你有一个信念 为了这个团队 我要多学习 我要多参与 我要多发心 等等 都会产生力量的 但其实我想 还是请各位呢 现在呢 我们就 欣赏一段 非常 我每一次看 每一次会流泪的 就是会 汗毛悚立 很紧张 其实我已经看了几次了 就这一段 我们请谢黎 把这一段剪出来 然后大家看 就是 真的 我觉得很关键 其实 比如说我们的主持人 就是 问说 那个 在他被 韩国 那个 运动员 他 那个 短道数滑的 那个选手 就是有一个小动作 那个时候 如果他稍有闪失 稍微一分神 结局就不一样的 那 但是就问他说 当时是什么力量 就是 他 他当时在想什么 各位 我先不用替老师回答 您自己看 真的 我们讲什么叫正念 就是 就是那个当下 这样子 这个答案就各位自己看了 不过我想说 分享这一段 那这一段之后呢 大概这一段 大概四分多 后面就是当然 今天人间姻缘 这一首歌曲 我们特别选出来 就叫做超越距离 各位一听 可能在那里听过 这是去年的 前年 就进入疫情 第一次 举行的 这个 线上的会议 然后 当时的大会的主题曲 超越距离 当然 要有信念 你可以坚持 你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这个是我今天 我觉得把这些理念 把它贯穿在一起 然后为大家选出来 推荐的这一首歌曲 那现在 我们先进入很紧张的一个环节 之后 再进入这首 人间姻缘美好的歌曲里头 今天就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当时 不能说手拿把掐吧 但我们就真的很有信心 也特别希望能拿到这款奖牌 所以大家看到的 其实就是场上的比赛 然后判罚 一直到 一直到我们教练的这个 开始这个要抗议 然后到我们最后的庆祝 那其实在这里 我还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那么四五分钟的时间 就是最后三千米接力的 这个片段的整个这一个过程 还有七圈 你要注意路线 要把你的路线控制之后 将会 还有七圈 大家要注意 滑起来将会 将会其实他的速度 滑起来也都非常快的 不要控制之后 接着往前滑 好 交界 顺利交界 推 很可惜 这次 我们看 又是一次 碰过 顺利利 顺利利要努力去追上去 不要被甩脱 就是这个交界棒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 王王王王王王 看能不能追回来 用你的五百米的速度 王王全力起速 不要控制路线 还有三圈了 滑起来 还有三圈了 王王 还有两圈要滑 周扬追了 周扬开始追了 周扬开始加速 最后的绝胜圈 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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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队现在优势比较明显 唐队获得了最终的接力优胜 唐队完成了他们对这个项目长达20年的统治 对 怎么说呢 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心情比较难 但是也应该说中国队也是尽力了 对 虽然在虽然在刘青红受伤之后呢 对里边除了当会这帮之外呢 虽然这帮也是在关键的时候进行上来的 那么这次比赛从比赛的大会上也确实看起来你们两个人相对弱一些 但是已经建立了 没错 我们韩国队确实打得也非常漂亮 同时也恭喜韩国队吧 很遗憾 他们也完成了五连冠 对很遗憾机会就在中国队的冰高旁边 就这么悄悄地乐 如果在短州华西中央当中 中国队的几次非常漂亮的超越 也是在之前的奥运会当中没有出现过的 如果我们去努力向金牌努力 我们需要再等下一个四名 现在他们四个现在也有点遗憾 但是毕竟是尽力了 没错 对于目前的奥运会记录和世界记录的保持者 中国女队来说 银牌确实有些遗憾 但是也证明他们的实力确实是在世界的顶点水平 当然我们也看得出来 在大赛当中 韩国队的整体优势 其实这一次呢 确实我们由于 由于刚才的有两棒吧 相对比较弱 对 那么韩国队也是抓住了这两棒的弱点 但是也非常清晰 然后中国队呢 其实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那么因此呢 我刚才看到 我们看 这个动作 裁判没有判夸吗 我们再来看一遍 中国队已经提醒申诉了 李燕提醒申诉了 我们再看 非常明显的一个轮臂动作 从我这看呢 就看到 顺利令表是踩到 踩到 韩国队队员的脚刀上了 手臂动作应该不是很明显 还是他两个刀有一些碰撞 我来看一看裁判员最终的判法 那么当然了作为 比起的当中出现这样的碰撞还是 我们还是去争取一些机会的 来看看最终裁判的判法 现在韩国队是 在场地上 归起国旗庆祝 而中国队是迟迟不愿意退场 但是最终的判定 看究竟是什么样的 中国队的领队杨战武和主教练李燕 都在焦急的等待着消息 当然韩国队也一样 我们看到口型好像有一点 做犯规的这个口型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来半员走向了韩国队 哇哦 中国队赢了 中国队赢了 中国队打破了韩国队 对这个项目长达16年的统治 中国队赢了 16年的统治 16年的尖兵被打破了 恭喜中国队 恭喜 中国本道速发 拿到了他们的第三枚金牌 世界不停转动 永远有光明开始 面对挑战感受信仰的力量 散发光和热情 上面有无限光彩 正是眼前和谐 一步步靠近 一个信念 改变命运 带着初心向前行 期待命运 期待明后时间 付出真心就会实现 微笑 带着慈悲赞美 携手向前 超越时空 你我靠近 我们永远心恋心 永不 太阳坚定信仰 面对困难 超越距离 信念之心 你我却先领距离 as the earth goes spinning round dancing in the night there's a new day and time to make things right words and walls which divide us fade into the light i dream of a beautiful pl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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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